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异地 我真的觉得咱俩的感情变得越来越淡了 从无话不谈变得没话可说 为什么我们结束了异地 却再也找不回以前的感觉了 既然你当初为了梦想选择离开我 就应该做好感情变单的准备 我现在的话也有自己的事业了 不可能再整天围着你转了 你现在变得越来越大男子主义 周围还有那么多关系亲密的异性 搞得我真的很没有安全感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赵先生23岁来自江西创业 雄宇是21岁来自江西传媒 这个小片给留了个信息 上来男生说 既然你当初为了梦想离开 那你就要接受情感变淡的这个事实 是一个什么情况 当初她是选择去了外地工作 当时的话我是非常反对她出去的 就异地了是吧 对 多远啊 从哪去哪 从南昌到成都那边 异地有多久 异地将近有一年左右吧 她之前对我挺好的 我去异地的那段时间之后 她整个人就感觉没有之前对我那么上心了 之前我们俩刚谈的时候是无话不谈的 我去外地之后吧 基本上半句话都说不到一起 电话也不主动给我打 然后消息也不给我发 我就感觉她现在完全变了一个人 就是因为我去外地了 态度完全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现在因为这段感情又回来了是吗 对 回来了 怎么了 是感情变了还是怎么了 是因为我现在的话在创业嘛 我可能工作比较忙 自从她去了异地开始 我前段时间的话 我都是对她无微不至地关心 直到我开始创业之后 我工作比较忙 然后的话 她跟我聊的那些东西 根本就聊不到一块去 就是没有共同话题 她聊一些穿什么衣服好看 这个狗狗好可爱 专门跟我分享那些 她闺蜜跟她男朋友 那些八卦的那些事情 我觉得非常无聊 我每次跟她分享 我公司的事情的话 她也是那种态度 聊不到一起了 对 对 对 主持人 你评评礼嘛 我觉得男孩子跟女孩子谈恋爱 我觉得很正常 分享这些小事情 而且当时我本来就在外地 我就需要你知道 我发生了什么 做了些什么 这样子也可以拉近 我们俩之间的距离 谈恋爱本来就没有什么 今天动地的大事情 我觉得很正常的 而且她跟我讲公司的事情 我也听不懂 什么编程什么的 我也解决不了她的问题 是不是 那就做一个好听众 我就觉得她说的 其实也挺无聊的 讲那些事情 而且她也不喜欢 听我讲的东西 那我为什么要听 她讲的东西呢 现在不也回来了吗 我回来之后 但是我觉得她现在 对我态度转变太大了 我感觉回不到过去了 那肯定了 我现在对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特别迷茫 我不知道要跟她怎么继续下去 你们回来之后又碰到了 哪些具体的事 让你觉得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了 就是她 特别大男子主义 而且有的时候 做出来一些事情让她觉得很过火 比如说 特别过分 有一次我跟她 跟朋友去吃饭嘛 当时她跟我提要求 说等会儿跟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呢 你要给我倒酒 还要给她加菜 还要顺着她 体现她的一个地位 我觉得你这样子 已经不是把我当女朋友了 我觉得你在把我当一个仆人一样 伺候着你呢 不是这样子的 我叫她帮我倒个酒 比如说我在忙 我在跟她聊天 我叫她帮忙倒个酒 这是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我叫她加个菜 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在她看来 就完全就小题大做了 我觉得没有小题大做呀 而且有一次 当时吃饭挺无聊的嘛 对不对 那我现在玩完手机 她也要瞪我一下 她说你不要玩手机了 怎么怎么样 还给我谁眼色呢 那么多人看着呢 你让我怎么样啊你 我只是提醒一下你 那个时候是跟客户 还有一些重要的朋友在一起 人家在饭桌上讲话嘛 就聊工作上面的事情 她一个人在那儿玩手机 我提醒一下她 我没有做别的东西 对不对 我觉得是件很正常的事情 那这个事情就不说了